这个渣男在富家千金面前是这样介绍自己的女朋友的 这是我一妹 云哥 云哥失望极了 因为他们昨天还在河边约会 孟爵送他一个发钗作为定情信物 云哥害羞地跑进了小树林 不料却掉进了一个陷阱之中 他大喊着救命 这时走过来一位老者 快放我下来啊 他刚想救云哥却看到了云哥头上的发钗 老者一脸疑惑 这时孟爵赶来 弟夫 小爵 原来老者就是孟爵的干爹封书 也是占据江湖大半势力的流星帮帮主 云哥和封书介绍了自己的父母 说来也巧 云哥的母亲就是封书的师妹 有了这一层关系 本来不太信任孟爵的封书一高兴就把流星令牌交给了他 你要全心全意照顾好云哥 不要让他伤心 否则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放心吧 弟夫 这天孟爵的堂堂居盛大开业 就连大汉长公主和大司马都来道贺 云哥精心打扮后带着闺蜜前来凑热闹 孟大哥仪表出众一眼就能看到他 看着自己的心上人如此出色 云哥心里乐开了花 这是一位美艳的姑娘走过来 她就是大司马之女霍成军 这位是 这是我姨妹云哥 人称竹公子的雅初 云哥一听心凉了半解 但是碍雨长公主在场 他只好顾全大局暂时隐忍 回去以后他一直闷闷不乐 不一会梦觉登门道歉 一顿甜言蜜语云哥便原谅了他 云哥来到厨房 打算给他做一份黑暗料理 我多放点盐 看你还得死 放辣椒 我辣死你 很快菜就上桌了 本想借此给他点教训 不料他却吃得津津有味 一边吃还一边赞不绝口 调配合一色香味美 恰到好处啊 几分钟功夫就吃了个精光 亚厨这个称号 果然不是浪德虚名 这些菜完全展现出了你的功力 孟觉离开后 云哥赶紧尝了一口 简直是无法下咽 可是孟觉到底为什么看起来 吃得那么香 而且还是光盘行动 他决定一探究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